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等了这么久 新冠疫苗终于到港 打了第一针 不是很痛 也有人不想成为白老鼠 一般有十几样的副作用 是可以发生的 一般的疫苗过敏 可能一百万都没有一个 虽然新冠军病毒这些疫苗 就好像多一些 相对来说真的很少 极坦有的 但开打没多久 就出现几宗 怀疑与疫苗有关的严重事故 专家委员会一致认为 病者的情况 和新冠疫苗接种 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接种员能否恢复出行 越多人接受疫苗之后 有这个免疫力 我们就慢慢可以送回 这些社交距离的措施和限制 疫苗抗拳的方案 其实是暂时见到比较可取 欢迎收看新闻透视 一百万剂科兴疫苗已越到港 另一款复兴Biontech 伏必泰疫苗 两批一共是一百三十多万剂 亦都已经公港 截至今月的10号 累计大概13万人打了第一针 市民可以按自己的需要作出选择 但应该怎么选择 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打呢 现在政府有疫苗引进了 我们是否要打呢 阿凡这天和年过八十岁的父母 讨论是否要打新冠疫苗 阿凡看过很多资料 对科兴疫苗比较有信心 决定陪父母一起去打 你说我们一点担心也没有人 不是的 只不过我们看资料 评估一下所有风险 也知道风险在哪里 但该是要打都要去打 我觉得是一个常识 不知为什么 现在变成了一种疑惑 终于到了接种当日 阿凡和父母准时出门口 坐车去接种中心 新闻症 新闻症 有 没有 都是平常心 因为觉得都是一些公民责任 其实都是 慢慢走 谢谢 我们是这个 五点钟 来到接种中心 先检查身份证和确认短讯 看完并且同意接种衰肢 就可以打枕 在休息区等三十分钟 无不能反应就可以离开 这样 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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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很轻微 几乎感觉不到 我和太太 你们比较顺利 阿凡和太太在圆和路体育馆 顺利打了第一针 但两位老人家 最后要白走一趟 觉得我妈 就是要 因为正在吃磕血丸 最好找回她的心脏科医生 去看看是否适合打 我爸呢 因为他现在刚刚有痛风 因为现在他的免疫系统 比较活跃 可能不适合打 他们建议其他人都跟他们的做法 主动向在场医生 透露自己的状况 那也有多少失落 是吧 就是说你都不能打 还可以打 医生是专业人士是吧 专家 我不是 当然我们 那一个病患者 应该听医生的吩咐去做 现在香港提供的两款疫苗 分别是科兴克尔来福 和复星Beyond7的伏必泰 科兴疫苗采用比较传统 在流感疫苗都在用的 灭活技术 临床数据显示 出现副作用的机率比较低 福必泰疫苗技术相对比较新 但是有研究显示 对付变种病毒比较有效 全球多国都已经开始大规模去打 16岁以上的人士都可以打 要打两针才有保护作用 而根据公布的数据 保护率就以福必泰比较高 现在我们两种疫苗 我们都看到 安全性和有效率都可以接受 我们就不应该把两种疫苗 直接去比较 例如科兴那种 巴西那种来做 而那些受接种疫苗 或者安慰剂的人士 是一些医护的人员 所以他们感染新冠病毒病的风险 都可能会高了 科兴疫苗对60岁以上的人 保护率大概是51.1% 但第三期的临床研究 只有400多人参与 未达到统计学的意义 卫生防护中心两个科学委员会 早前开会后说 60岁以上身体健康的人可以照打 有严重疾病的就要先控制好 卫生署公布截至3月6日 一共接触16宗非严重异常事故 主要是头痛、身体累 45个人需要住院 主要是头晕、心跪、头痛、 胸口不舒服等等 至于三个人怀疑 接种科兴疫苗后死亡的个案 委员会检视后认为 初步与接种疫苗没有直接关系 这个病人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你看到有一条血管是100%弊塞 就算有打疫苗或没有打疫苗 短期之内 其实也会有一个心肌紧实的情况出现 病人是有大动物的撕裂 而导致病人其实有一些所谓中风的病症 以及新冠疫苗接种是没有直接关系 求疹急症室到过身的时间非常短 我们现在有的资料也有限 政府重申不会叫停计划 但是短短几天 接种人数由最高峰 每天大概一万三千人 跌至八千多人 曾经对疫苗成分过敏 不应该打两款疫苗 患严重神经系统疾病 未受控的严重慢性病 怀孕或暴雨的妇女等等 都不应该打科兴疫苗 据了解卫生署更新指引 列明未受控长期病患者 例如是糖尿病 高血压人士不适宜接种的指标 有免疫科医生就建议 对药物敏感 或者曾经有严重过敏反应的人 都不应该急于打任何一款新冠疫苗 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 他们发现以前没有西小病人 一开始打第一针 几个病人严重上的感染 看起来说 原来大部分人以前 已经对不同药物敏感 接种疫苗之后出现不好的反应 一般称为不良反应或副作用 症状通常都很轻微 例如是针口痛 疲累 肌肉痛 甚至发烧 维持时间短 李希提醒 接种之后有副作用很正常 应该过分担心 而国民性反应就要小心处理 例如说国民性反应 一定是很快的 一定是几分钟内出 例如如果你今天打 明天才出的话 我们都觉得 应该不是太像我们担心的 敏感性反应 通常打完几分钟内 就可能会痕痕 出风乱 肿 通常如果影响呼吸 或者影响血压 我觉得是很严重 那些人为何要坐在那里观察 为何每一个注射站 都要腎水线素预备 就是这样 对于打之后 追查市民的反应 港大团队和卫生署合作 主动监察市民接种的情况 例如副作用症状何时消失 有在日后作出改善 我们都想看回这些常见的副作用 在不同的疫苗里面 会不会有可能有不同的反应 假设有某一种疫苗在某一个年纪 它所产生的发烧的后果 是特别低的 我们可能会去到 鼓励某一个年纪的人 打某一种疫苗 黄志基说他们目前 大概招募了200人做研究 会视乎接种地点再加 每款疫苗目标是1500人 团队未来三年会利用大数据 分析和跟进所有事故的发生比率 检视和接种疫苗是否有关 有些女士她打针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已经坏人 我们都想知道 她们出生后的小孩 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事件 我们用大数据都能看到 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糖尿病的病人 在60岁到74岁的年纪里面 每200个糖尿病人就会有一个死亡 去帮助我们去明白 究竟现在我们看到 这些异常反应 究竟比我们想象中是否高 还是比我们预期低 那个BP和血氧 观察一下她的面色 看看她有什么不妥 目前全港开放了十几间疫苗接种中心 之后会陆续加 这一批医护人员 在将军澳接种中心帮忙 事前他们加紧做准备 我未认识医生或护士不懂得打针 个个都认识 尤其肌肉注射是一个不复杂的东西 但是我们要训练就是如果遇到急事的时候 虽然政府强调接种中心不是陈证的地方 但是中心负责人梁国宁说 他们会教政府的要求做得更多 认为中心前线医护人员有能力 判断市民是否适合打 打的意思不是每个人都打了 是负起责任选择对的人去打 我们要预备多一点 永远都是预备多过基础的需要 那就是我们要选择 我们要选择人去做多些监测 其实一向都是 分开高风险低风险 就务求每个人士 就进来打了个针 针口不包不通了 但是他们要安全地回家 政府经常说打好过不打 早打好过迟打 怎样提高接种率呢 我们下一次再看 港大近期的调查发现 只有四成香港人说有意打新冠疫苗 市民为什么这么猶疑 怎么识除他们的儿女 如果打完针 有机会通关或者出去旅行 是否一个有因呢 喂 身体健康 你带东西给我吃吗 Kathy和Winnie 两位都信奉自然尿法 好着重饮食 会互相交流心得 我觉得她有很多激素 所以我介意鸡和鸡蛋 靠饮食 做运动和排毒 Winnie说自己十几年来 没有打针 没有吃药 都没有病过 身体还很健康 这十一年来 我唯一是真的发过两次烧 两次都是24小时之内 可以搞得到的 总之你选择了什么 就不要抵赖了 你自己负责任 其实信者得救 其实也是 很多人在等 Maria Winnie在社交平台做直播 分享对疫苗的看法 她说自己不是否定疫苗的科学 但希望大家不要人运逆运 人打我又打 盲中中地去打 因为其实你打什么 在身体上自己知不知道呢 一半有十几样的副作用 是可以发生的 但我不明白 就是为什么 他说明给你知 会有这么多问题 但是一般人都会是愿意的呢 他说家姐打了子宫颈癌疫苗 最后都是不幸死冤这个病 自此就很怀疑疫苗的效用 又研究疫苗的副作用 所以今次都不想做新冠疫苗的白老鼠 例如严重的抽搐 或者伤亡 或者过敏的反应 这些是平时的疫苗都会 所谓做了研究的疫苗都会发生的 那对于一支未做够研究的疫苗 会不会是机会 风险会更加大呢 其实只不过是去看客观事实 你都估计而已 在美国架了2000万剂疫苗之后 出现过敏反应的比率 大概每100万就有11宗 在香港1月时候 港大的调查就发现 只有4成6的市民说有意打疫苗 主要是担心打完会有不能反应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 评估专家委员会成员李希说 担心是无可避免 但只要做好筛选 高危的人不要打 打的人相对安全 就会增加信心 我们应该用尽量的能力 判断哪些病人是最高危的 这些病人暂时就不要打 全香港可能只有7%的病人 或是自己有药物发现 其实还有90%多的病人是可以打的 担心这两个病人 疫苗那里 我能不能打 张小姐就是 7%对药物有反应的人 两年前她打完抗生素之后 出现严重过敏反应 一度死过翻身 由鬼门关走出来 这次新冠疫苗她也不敢再拼 先问问过敏科医生的意见 其实我真的很想去打 因为很多国家说了不打疫苗 就不可以入境 其他 我很想打但奈何 我不知道里面那些腐剂 或者那种药物 会不会对我过敏 俄国打新冠疫苗出现过敏反应 怀疑与疫苗里面的腐剂有关 但是香港没有规定 针药要列明腐剂的成分 所以张小姐 不知道自己对什么过敏 不打得住 她希望政府多给一些信心 可以打的人 你去试没试 那你就帮了其他人 如果我没有今天经历 我第一时间去报名 但最后我有这样的经历 所以做不了 我叫没用 是要别人有信心 如果真的政府可以多做一些事 或者公开一些 那些成分 解释些什么 清楚一点 那些经常说的群体免疫 原理是一群人里面 如果部分人对疾病有免疫力 当其他人不幸感染了 由于传播链断了 都不会造成大规模的爆发 令少数因为敏感等原因 不打得疫苗的人 都会得到保护 根据世卫的数字 麻疹的群体免疫 要九成半人口打出疫苗 而小而麻疲症大概要八成 新冠病毒就未有定论 一般就认为要有大概七成 接种一定比不接种 而对整体社会来说 越多人接种一定越好 从2月26日开打到现在 香港平均每天大概一万人打疫苗 以750万人去计算 这个进度差不多要年半 才能够接种七成的人口 而香港目前疫情还算受汗 病毒传播率比较低 七成这个数字是不是足够呢 如果我们只是依赖 譬如我们香港的70%的人 打走我没事了 其实还有其他人 在外面会进来 有机会感染到你 那个感染的机会 是不可以完全排除 不同的地方 那个传染率 都有少少不同 就是我们应该是要 做最差的打算 来到去做我们的目标 越多人接受到这个疫苗之后 有这个免疫力 我们就慢慢可以松回 这些社交距离的措施和限制 随着政府逐步扩大 优先接种群组的范围 去到餐饮、公共交通从业园 学校教职员等等七个行业 东局说正考虑 放宽接种疫苗之后的 病毒检测案排 看看世界各地最新的接种数字 过八个国家 合共打了超过两亿剂 排第一的是美国 接种剂次有七千五百多万 之后依次是中国、英国、印度、土耳其和巴西 当众接种速度最快的就是以色列 人口有大概九百万的以色列 全国已经有近一半人打了第一剂疫苗 最新的研究显示 打完两剂可以降低有症状感染达到九成四 政府的行动很果断 以色列推出绿色通行症程式 以色列推出绿色通行症程式 最后十天就可以申请 有效期是半年 有了这个证明可以去健身室 游泳池和音乐会等等的场所 被视为全面重启经济的第一步 未来还可以用来出国旅行 很久没有去健身 我去兴奋 拿了个绿色帖 第一时间就去健身 我想可能迟些 再过一段时间 如果餐厅开了 可能会用到 而且迟些机场开了 如果去旅游那些 会用到绿色帖 所以我也相信打到月面之后 应该很快的 以色列会开了这个国门 除了以色列丹麦和冰岛等多国 都有类似的程式 提供有因吸引市民去打疫苗 但是世卫和医疗专家都质疑 在未有数据证明 疫苗的保护效能维持多久之前 讨论还是言之常早 在香港 哲慧城市联盟和几个相关组织 都在研发一个手机应用程式 当证实疫苗有效 获用户授权之后 检测结果和疫苗接种记录 都可以一机在手 成为你的通行证 拿着这个疫苗 拿着这个Helst Lab 谁最快可以突破跨境的Travel 他的经济复苏得最快 用这个疫苗PASSPORT的方案 其实是暂时看到的比较可取 杨文蕊说希望利用香港现有的数码基建 就是电子证书制度做认证 期望未来可以和世界接轨 但是程式还未获官方认可 电子针卡可否对接到 将来出国会否有问题 都是未知数 在亚太区有一个叫做亚洲公事联盟 我们希望透过他们 直接可以和相关的指纹者谈到 如果你只是拿着I'm smart的角度 可能就会限制在香港 所以我们其实要做的 就是要再推大一点 我的理解 现在香港政府会提供端口 所以其实我们都可以 有些NGO他们都会建议 有一些可能的安排 可以方便我们去过关通关 当疫情比较受控 我期待这个电子针卡 都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工具 协助我们市民 恢复经济活动 恢复人流活动 世卫最近说由于疫苗供应 还未全球普及 表明现阶段不赞成推出疫苗护照 专家亦提醒 就算是打了针 不要以为是百毒不侵 戴口罩勤洗手等等的良好习惯 还要坚持多一会儿 今集新闻透视讲到这里 下集再见 好了 好的